车子要降价了 新的促消费政策出来了 商务部会在今年的6到12月 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这次的活动大致包括什么内容呢 我给大家概括了五个要点 第一呢会强化购车优惠政策的支持 第二会聚焦全链条来促进汽车消费 就是不光只关注新车的销售 还有二手车交易啊 报废更新啊 以旧换新能源车等等 第三呢会开展百成联动汽车节 和千线万镇新能源汽车消费器的活动 第四呢丰富农村新能源车型的供应 比如说企业可以针对农村 推出那些性价比高 实用性强的新能源微型面包车呀 微型卡车等等的车型下乡 第五既然推动新能源车下乡了 那配套的服务肯定也得跟上吧 所以还要完善农村的新能源汽车的 维修服务网络 还有就是推动农村的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 其实近年来咱们一直在大力的 推动新能源车的下乡 但是看来现在又会要加速了 近期包括出口在内的各项数据 都不是很理想 所以市场一直都在期待 是不是会有新的利好出来 那现在等来的是汽车行业的利好 其实呢原因也很好理解 咱们国家呢中产消费有三大字 分别是房子车子和孩子 在房住不吵 生育力下滑的背景之下 那促消费的重贷 不就只能落到车子上了吗 毕竟呢汽车是老百姓 仅次于房子的第二大消费 产业链长 市场规模也大 从生产到销售甚至汽油等等 在GDP里占到的比重 达到了10%到15% 但是呢最后我有个问题很好奇 那就是如果接下来车子又降价了 你会买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告诉我 这个周末整个美国都是人心惶惶的 因为呢大家都担心 自己存在银行里的钱 会不会说没就没了 就在一天前服务了 美国科技行业40年的硅谷银行 居然在40个小时内就突然倒闭了 然后呢现在很多的中小银行已经在遭遇挤兑潮了 大家都担心这些中小银行 会不会都爆出跟硅谷银行差不多的雷 并且还有观点认为 硅谷银行的倒闭 简直就像是一场预谋已久的杀猪盘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首先啊硅谷银行的高管 首席行政官约瑟夫-简特勒 竟然就是之前雷曼兄弟的首席财务官 15年前是雷曼兄弟破产 现如今呢是硅谷银行关门 这位高管堪称是金融界的灭霸呀 打个响指就搞垮一家银行 其次呢在倒闭前 居然硅谷银行的高管们自己都纷纷提前把股票给卖了 他的CEO CFO还有CMO三个人 总共在高位卖了400万美元的股票 套现走人了 高管肯定最了解自己公司的情况嘛 那就不是明目张胆的内幕交易吗 还有啊在五天前 硅谷银行刚刚获得了福布斯年度最佳银行的称号 这个奖据说就是买的 你说他现在连客户的钱都还不起了 居然还有钱去买假 为啥呢 肯定就是希望能够在爆雷前 尽量把盖子给误言试点呗 还有啊 硅谷银行在被接管前的几个小时 公司居然还把年终奖给发下去了 年终奖最多的肯定是他的高管团队嘛 果然是再苦也不能苦自己啊 这波操作跟08年金融危机时是一样的 当时就有很多人在质疑 说美国政府花纳税人几万亿美元 去救助了一群开着私人飞机的银行家 所以呢 总结一下这个事就是 这个硅谷银行的高管 之前有搞死公司的前科 然后爆雷前居然还花钱买奖去打掩护 高管自己提前减持开溜了 并且在这个银行交出去之前 把年终奖给发下来了 这一通操作下来 你们就说溜不溜吧 感情倒霉的就只有老实人呐 所以到底这个事里的受害者都有谁呢 首先普通人的直接损失是不大的 因为硅谷银行的客户里 主要是科技型的企业 只有29%的是自然人 加上很多美国人是没有储蓄习惯的 而且只要你的储蓄金额在25万美元以下 是会有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保证兑付的 但是呢 那些创业企业们 还有背后的创投机构们 这波真的是亏马了 我刚刚说了嘛 就硅谷银行 它专门就做这类企业生意的 他们的存款金额 肯定是远远高于25万美元呢 那这回他们的存款被直接给清零了呀 所以呢 一些科技企业估计接下来发工资都会成问题 估计得倒一批 而他们的倒闭呢 也意味着他们背后的投资人 创投机构们的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现如今包括红杉在内的超过100家风投机构 已经发了联合声明 还是希望有人能够出面再抢救一下 另外呢 它的倒闭对一些炒虚拟币的人也是一记重锤 因为币圈的主要平台 恰好也是硅谷银行的客户 像稳定币USDC的发行平台 就已经公开承认说 自己有8%的资产是存在了硅谷银行的 那像其他还没承认的 都不知道有多少呢 这个事儿跟咱们中国直接相关的 一个就是普发银行跟硅谷银行 合资成立了一家普发硅谷银行 虽然呢 这是子公司是独立运作的 但多少肯定会有点影响 另外呢 还有很多中国的创业企业 如果有去美国融资的 那大概率会中招 当然了 这里说的还都只是直接影响 间接受影响的就太多了 因为美国对这类中小银行 是有差异化的监管政策的 比如说对于他们的准备金要求更低 那么在弱监管以及低率率的环境下 中小银行们就会有更强的冲动 把客户的短期存款来配置 收益更高的长期债券 但这次呢 硅谷银行的倒闭 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债券崩了 所以理论上 硅谷银行的并很可能 其他同类型的中小银行也会 硅谷银行还没出ICU呢 这边瑞士信贷又被抬进来了 这个瑞幸呢 是瑞士第二大银行 在它鼎盛的时候 总资产高达8000亿美元 曾经管理1.5万亿美元的财富 但是呢 由于内部的错误决策 再加上外部的不利因素 现在这几年呢 瑞幸是在连年的亏损 去年更是巨亏了70亿美元 大客户的资金也在不断的流出 可以说它本来就已经站在悬崖边上了 结果呢 这回硅谷银行一破产 加剧了市场恐慌 就彻底把瑞幸赚下了这个悬崖 在短短的一周时间里 瑞幸的股价从三块跌到了最低 1.7毛5 创下历史新低 同时呢 瑞幸CDS的价格飙升到了 接近1000个基点 这个增幅甚至超过了08年雷曼危机的时候 CDS是什么呀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违约保险 就假如瑞幸没有办法偿还债务的话 投资者们就可以通过CDS的上涨 获取收益 那换句话来说就是 你买CDS就等于是在赌瑞幸会违约 瑞幸的CDS上涨到这个水平 就代表着地球人都在抢着压住 瑞幸要凉了 其实如果没有外援的话 瑞幸肯定要完蛋了 瑞幸的大股东沙特银行已经表示说 不考虑再增持投资 但是瑞幸央行伸出了援手 提供了价值530亿美元的救助 让瑞幸的CDS喘了口气 股价也有所反弹 那瑞幸会被破产呢 长期不好说 但短期破产的概率不大 因为瑞幸的风控标准还是比较远的 它短期借款的占比很低 不到总资产的3% 再加上瑞幸央行 甚至整个欧洲的关注和支持 估计一时万会的也很难倒闭 但是长期来看的话 瑞幸现在也很难恢复当年的辉煌了 因为早在这次风波之前 瑞幸已经陷入到了长期的困境当中 高板更替 业务重组 去杠杆 退出大宗等等 造成它资产质量的下滑 盈利增长熄火 在这10年间股价下跌了90%了 那么这个事情的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08年危机之后 美联储开始了长达10年的大水漫灌 这样一来呢 造成了西方的金融体系在泡沫中空转 银行资产换上了股质疏松症 而去年开始呢 美联储又在猛烈的加息 则是直接的拆了这把老骨头了 那么我们也看到在过去这一周里 全球银行股哀红遍野呀 下跌50%的银行股比比皆是 但是你看咱们国内的四大行 中行本周涨了5.76% 建行3.99% 工行4.15% 农行3% 都是不跌反而大涨的 所以呢在危机之中 哪里更安全 市场是最清楚的了 从小就有人告诉我们说 瑞士的金融体系是最靠谱的 记得小时候还看过一个段子 说瑞士银行行长给一名老人 兑换了一张百年存单 还对他说 只要是地球在 你的钱就会在 可是现在来看 哪里有什么稳定的中立国呀 只有稳定的中国 地方政府的债务 为什么会越滚越大呢 11月6号 财政部曝光了 八起隐性债务问责的典型案例 一批包括市委书记 市长副市长在内的地方官员 被严肃问责 可以说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了 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呢 是广西柳州 四家城投公司 按照市委常委会的会议 市政府常务会议决定要求 电资承担了 本该由财政预算安排的 土地整理开发等等的业务 从而呢 新增了177亿元的隐性债务 大家注意看这个参与者啊 市委市政府集体决策 然后四家公司则是按照指示办事 另一个呢是湖北 几个市的地方政府跟三家地方国企签了协议了 让这三家企业电资 帮政府去搞土地平整 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而地方政府呢 则用卖地的收入来还这笔钱 三年时间里面新增了215亿的隐性债务 还有第三个是陕西西安 政府要建一个国际会议中心 本来呢 只用26亿就行了 但市政府开会决定 让旗下的国企 以建设这个项目为由头 找五家银行一共贷了62亿 形成了新增隐性债务26亿 从这三个例子可以看到 本来咱们在制度上 其实对地方政府是有约束的 口袋里有十块钱 就只能做十块钱的事 但是到了地方之后呢 就有了相应的对策了 比如说通过地方国企过桥 比如说找银行配合贷款 地方政府呢 就突然有了超能力 能够多干很多的事 那你说为啥他们要这么能干呢 首先地方政府考核的主要指标就是GDP 他们有经济发展的政绩诉求 但这得要钱越多越好 所以你看这几个案例都是 开会决定集体决策 反正呢 也不是说把钱揣到我自己兜里去 所以呢 有事无恐 然后呢 地方国企配合 这个很好理解 最后各大银行也配合 除了在人家地盘上得给面子之外 还有追求利润的诉求 而且过去二十年里面房价一直涨 政府的土地能卖很多钱 也不用担心还不上 所以呢 几十亿几百亿 甚至几千亿的地方隐性债务 就这么像滚雪球一样的 越滚越大 目前呢 全国地方隐性债务的总规模 有一个大致的框算 大约是在六十万亿左右 那如果房价一直涨 土地财政能持续的话 这些债务倒也不是什么事 可是现在当房价不涨 甚至下跌的时候 这些债务就成了一颗颗的地雷了 所以呢 我们看到国家在花很大的力气 来化解地方的各种隐性债务 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 就已经明确了 地方债终身问责 倒查责任 现在又公布出了这些典型案例 还对相关的责任人 包括一堆的市委书记 市长副市长级别的 进行了严厉问责 目的就是为了堵住后门 避免我这边在化债 各个地方又悄悄增加债务 那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 今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 也提出了要借力方 许老板曾经的提款机 恒大人寿被接管了 恒大的雷终于算是又被拆掉了一个 周五晚上 国家金融经管总局 发问了两条重要消息 第一批准海港人寿开业 第二由海港人寿全盘 接管恒大人寿的全部资产 负债网点和人员 什么情况啊这是 这家公司是什么来头 恒大人寿又发生了什么呢 我看了一下 这家新开业的海港人寿的背景 注册资本150亿 第一大股东是深圳彭联投资 占51%的股份 它的实控人是深圳国资委 第二大股东的是保险保障基金 你可以理解为 这是给保险公司兜底的机构 占25%的股份 实控人是财政部 其余三家 广东月财投资 重庆余星投资 还有太平人寿 各占8% 全部都是国资背景 在这里 深圳地方国资占大头 公司的营业场所也放在了深圳 保险保障基金占1% 也是发挥应有的作用 其余的三家各8% 估计也是为了便于公司 在治理层面上的操作 那么恒大人寿到底咋回事 怎么就到了被接管的地步呢 反正用金融界关总局的原话来说 就是恒大人寿已经严重资不抵债了 恒大人寿的前身叫做中兴大东方人寿 总部在重庆 是重庆国资跟新加坡大东方人寿 一起合资的公司 2015年的时候 许老板的恒大地产 通过拍卖的方式 拿下了重庆国资 持有的50%的股份 改名为恒大人寿 在许老板上位之后 恒大人寿就成了他的提款机了 当时恒大人寿用很高的利息 发行万能险 吸纳资金给许老板书险 然后为了覆盖成本呢 他们还在资本市场上买买买 玩短线操作 比如说在梅艳吉祥等等的股票上 先是故意买到接近5%的举牌线 等到三季报一披露 骗大家认为恒大人寿要举牌 搞资本运作了 然后趁机再在股价高位上 把股票给卖掉 狠狠地割韭菜 当时闹得是满城风雨的 大家都骂恒大人寿是买而不举 搞到后来许老板迫于压力 最后又如数地把股票给买了回来 因为恒大人寿被许老板深度地捆绑 这也决定了在恒大集团的覆巢之下 恒大人寿闹到今天这样严重资不抵债 最终被接管的地步 不过呢 好在这个事情对普通人 或者说是买了恒大保险的人来说 倒也没有什么大影响 因为按照保险法的规定啊 保险公司就算是破产了 之前大家买的保险都是有效的 比如说规定了每年5%的利息 就算是换了一个保险公司来承接这个事 照样得认账 所以呢 只要是在有正规牌照的保险公司买的产品 就不用担心跑路的问题 但是说实话 这些年保险行业的变化也真是天翻地覆的 由于制度的漏洞 曾经的生命人寿 安邦保险 恒大人寿 在光鲜的华福之下 无不是野蛮人